首先你要找到一個你喜歡做的事 而你喜歡做的事你就努力去做 當你做得很精巧的時候 其實你就是這方面的專家 我覺得一定要永遠去充實自己 機會永遠都有的 但是機會只是給有準備的人 才可以把握到的 今天很開心就請來兩位專家 來跟我們聊聊天 第一位在我的左邊 就是歐景倫博士King 香港金融發展局的行政總裁 歡迎你 另外就是楊崇坤先生Isaac 香港中環媒體友人公司 企業環境社會及管治總監 Hello Susan 你好 有一套小木偶期預記 Pinocchio那套戲 是1940年第一次 但最近Tom Hanks也做了2022年的版本 小木偶問Cricket Jimmy 他問其實什麼是何謂良心呢 然後Jimmy Cricket 他就說什麼叫良心 其實我告訴你良心 就是人是最不願意去聆聽 這麼微細的聲音 這件事其實 譬如你們做很領導的角色 很多時就是看遠景 看宏觀的社會 世界發生什麼事 可能你們要看的東西 真的很大 但是問到底有時候 內心深處或者一個良知良心 在你們的企業管理方面 你又如何去演繹呢 首先多謝Susan 你問這個問題也很好 因為其實我也想分享一下 我自己事業的歷程 其實這個良心你講得很好 因為在我工作的經驗裏面 怎樣去跟同事溝通 怎樣去瞭解他們的需求 是很重要的 還有剛才你講了青少年 我現在在港大也有幫手教書的 也有跟學生有直接溝通的 我想了解是剛才你說的 宏觀和怎樣落地 其實兩個差距可以很大 所以怎樣去將我們 心目中想達到的遠景的目標 去解釋給年青人聽 或者我們的同事聽 等到他們大家知道 我們的方向是怎樣行 是怎樣可以實踐 我們那個理念是很重要的 首先領導 我覺得對很多朋友來說 你一定要管一間很大的公司 或者你做了某些位置 才是一個領導 我自己就不是這樣看的 其實你可能是一個小的團隊 你幾個人 其實有一個人是話事 出來的 這個人其實都是一個領導 你的題目好像特地開給我 我現在做企業環境社會管治總監 現在全頭說的是負責任投資 什麼叫負責任投資 就是你一間公司 他投資一些企業 而那個企業 他本身是做ESG 都要做得好的 要做得好的 環境我想大家都清楚 不用特別多解釋 這個社會 其實除了你去送東西 或者你動員義工之外 你的供應鏈 其實這個都很重要 譬如你送賣東西給你的上原供應商 其實他本身有沒有一些強迫勞動 有沒有請一些同工 這些都是我們要看的 第三項管治其實就是什麼呢 譬如很簡單 你公司的治理是怎樣 你們本身有沒有一個合規的部門 有沒有一個風險管理部門 看著你 還有其實你每年會不會有同同事 外包商 我們俗稱判頭 就是做一些防貪的培訓等等 說社會責任 不是說你很有錢你才要做 其實你一個普通的企業 其實每一個人 你做生意的時候 都應該有一個負責任 有一個良心在那裡 很自然 你的業務 都會有一個良性的增長 ESG其實是一個很難的項目 因為剛才Isaac說到 鬥的範疇很大 環境又有 社會的影響又有 公司的管治又有 我們在去年 我們有個研究報告 就是說香港的大學 應該要將ESG 做一個必修的項目 我們那時候在報告說 關於金融行業的 或者雙科的學生 其實一再想回 應該大膽一點 所有大學生 都起碼最基本 對ESG有一個認識 因為現在你在任何行業 你都一定要講ESG 現在那些年輕人 是不想說教的 但怎樣去教導他們 不同的年代的朋友 都有不同的特質 如果Susan說到 我們針對現在的年輕人 我自己在管的幾個部門 有很多同事跟我 差二、三十年 我怎樣跟他們溝通 其實有幾件事 第一我發覺就是 這批同事 跟以前 譬如說70年代出生的同事 有些不同的 可能以前那些 跟那個年代成長的同事 他就是收命令 即是他願意聽命令 做事 好了 而年輕一點 譬如說00後 甚至90後 很多時候 需要知道 我為何要做這件事 當然解釋 就不像說教 你這樣做 他也不會理會 所以我要想一些 生動的方法 去解釋 例如 我要拉近距離 這是真人真事 昨天我跟朋友聊 你還要唱塔拉OK 我說是 我有唱 而我特地選幾首 MIRROR的歌 來唱 不過我聽完之後 我聽了幾首我不懂唱 因為始終現在新一代 無論是音樂 melody 或是歌詞 和我以前成長的 那種 所以一個方法 就是我平時 其實有時有些 很新的 比如一些潮語 其實我都會急著想去學 就是說 我是了解到他 他才會了解到我想說 說回我們這個金融發展局 我們其中有一個責任 就是這個培訓 業界年輕人的動力 我們有些培訓計劃 和業界一起合作 有的好處 就是現在 因為這個金融行業發展得很快 說現在的數字金融 數字生活 所以這一方面 其實我們還在學習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用一些project basis 和他們合作 例如好像Marketing 我們可以找這些學生 幫忙合作 我們公司想做一些project 你用我 不如你找個proposal給我 如果是可以的 你幫我做 你可以幫忙落實 就是煤氣公司為例 我自己另外管一個部門 叫做企業事務 其實就是一個公共關係的部門 宣傳 其實我們經常想 怎樣令到我們客戶 或者一般市民知道 首先第一 煤氣很乾淨 不是用煤做的 怎樣令到他們知道 所以我們去年 就找了理工大學 一班是讀相關媒體的學生 做了一些的題目 就是他們怎樣去宣傳 或者是環保這件事 他們做了一些動畫 是做得非常之好 我覺得是雙贏的 第一 學生他有機會做一個項目 即一個project 其實他可以試到他的技巧 去到哪裡 當然老師要指導他 第二就是說他通過這個過程 他知道一間公司 原來運作是這樣的 第三就是我們知道 年輕人怎樣看我們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自己的同事 說真的 很多盲點 很多盲點 沒有錯 自己以為自己做得好 或者自己 為什麼不明白 其實我們是很後期 或者我做了這個位置 一段時間 我才發現原來是盲點 我們不知道 我也說回自己 親身經歷 我怎樣學 我年輕的時候 真的有些衝動 那時候在英國 入了英國一間很老牌的投資銀行 很幸運很快就升職了 接著就有一個客人 走來說 我有一個十億美金 當時二十三十多年前 又可以給我很高的管理費 他跟我開會 後來我當然要告訴老闆 老闆聽完之後 我跟他一起開會 開會之後 他問了幾個問題 那個人就拍桌子走 我老闆當時沒有罵我 其實我可以給他炒 他那時候拉我一邊 就是說這些騙案 騙局其實是很多的 在金融學業很多的 你現在親身經歷之後 你就要記住了 記到現在 記到現在 真的 這個我也學到 做錯事不重要的 年輕人 最重要是認 認之後要學會 怎樣學習錯處 2022年 為什麼我今年 是一個Super Cycle 7月1日 習主席來香港 說了一句 他對我們金融界 起碼是一個很重大的公佈 一國兩制 是對國家 1.4 billion 14億人口 是有好處的 2047年之後 我們不用擔心 究竟那些合同是不是有效 香港那個 美元那個罐 要不要擔心 不要這樣擔心 過去那3月 有3個很大的公佈出來 第一個 叫Swap Connect 簡單的說 是怎樣去控制 當你投資在內地的債券市場 你怎樣控制利率的風險 之前是沒有 香港人都不行 進入內地的市場 現在將會可以 第二個更加重要 外國的公司 可以來香港做第一上市之後 參與股票通 這個真的很重要 就好像將來 香港就是 美國的紐約 為什麼那麼多人去紐約 因為很多外國公司去 集資 去參與 這麼龐大的資本市場 還有我們說金融行業 我們有 Wealth Management Connect 財富管理通 是的 這樣認為是大灣區 其實你看到 大灣區 是中國政府 怎樣去 將金融領域 去開放的市點 是一個沙峽 大灣區 比如說清遠 兆關 廣州 其實我都有 燃氣公司 我們就是和當地合資的 我自己有做過一個 一個位置就是人力資源 我以前招聘過一些大學生 其實我的深深刻意到 我們自己香港的朋友 究竟怎樣令到自己有競爭力 無論你在香港還是大灣區 第一感覺 因為我當時聘請過那些大學生 其實很老實 我是聘請那些 叫做graduate trainee 管培生 我們聘請 只不過是聘請八個 第一年聘請 2004年 其實最終收的 應徵表價是超過一千份 而他們的應徵表價 我講的是差不多二十年前 大家寫到五花百門 他們還是很主動積極 怎樣呢 面試完了 他們會晚上主動去再找你 或者相關的同事 我還有一些要補充 即是他們那種 他們的積極性 那種鬥心 是很厲害的 我們香港的同事 我經常都說 有一個優勢 就是我們 我們的視野是真的全球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是英文 我們的英文無論如何 一定會比一般同齡的人 是強很多的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我們平時接觸的東西 都是有西方那種思維 我們不是評判他對錯 但我們知道別人怎樣想 所以這些東西 正正就是我們內地 我們的競爭對手 那些和你一起找工作的朋友 他沒有的 我們想的東西 可以是會仔細一些 可能是 你說保守一些 又可以 內斂一些又可以 但是呢 其實在金融行業 有很多不同的工種 我們都聽過有些學生 就是 可能預念 我們普通話 有沒有人那麼好 好像你說 我connection 有沒有人那麼好 因為現在很多時候 說到金融的很多時候 都要從大陸有關係 其實在金融行業 有很多不同的工種 比如說 法律 這個 compliance 就是監管 這個 risk management 如何風險管理 商業上面的管理 其實很多 尤其是做專業一些的 比如說做數據分析 做基金經理一些 其實你那個思維 周不周密 更加重要 我覺得一定要永遠去充實自己 機會永遠都有 但是機會 只是給對有準備的人 才可以把握到 所以一定要不停地學習 不停地去增進自己 首先你要找到一個你喜歡做的事 而你喜歡做的事 你就努力去做 那你就首先不要擔心你喜歡做這件事 當然不是左間繁方 就是這個 是不是現在潮流流的行業 不需要考慮這件事 但是當你做到很精的時候 其實你就是這方面的專家 第二點就是我想說 其實這麼多年做的經驗 我希望大家抱著一個心態就是 不論你不著業之後 去某間公司 某一個大公司 某一個部門裏面做一個小螺絲釘 但是我希望大家記住 其實你想想 你除了想你自己的組別 你那個部門的事之外 你應該再拔高一點 想想一下公司 從公司的層面想 這樣你的思維 其實就跟最高領導 就會近的 所以千萬不要以為自己 只是一個螺絲釘 其實每一個螺絲都是很重要的 希望我們所有的人 都可以有勇敢 有承擔 還有有良心 去面對每一天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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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